由基隆市公测会和市府都发处举办的这场都市发展政策交流座谈会 市长谢国良相当重视 特别邀请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原力建设董事长林敏雄 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公会 名誉理事长陈春彤等知名企业家跟专家 齐聚基隆进行交流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相当肯定市长谢国良 用心规划基隆的发展 也认为基隆相当具有发展潜力 最重要的崛起 重要的关键 人流物流金流都要进来 那基隆的最大优势 刚刚我们看到个简报 其实整个大台北的发展 从信义计划区 然后一直到现在的南港 那刚刚我们看到基隆那个北五堵 我们如果从这一线一路推 到了六堵 再到七堵 然后来到我们基隆的现在的市中心 我相信这个整个区会的发展 一直往北边在移动的时候 基隆一定有非常大的潜力 昨天包括谢金河社长 全联的林敏雄董事长 还有这个大同公司 以及中华民国普通产开发协会的 王光祥荣誉理事长 他们都齐聚基隆 然后为基隆的都市发展 大家邀请会员过来一起讨论 我们公布了新的简化 简矢照的一个发放程序 然后推动代金 可以来增加荣基 都是直接希望 更多的人来参与基隆 未来的都市更新去发展 昨天可以说是灌溉云集 很多人都来 而且他们都是全国性的企业家 所以我也很开心 未来会从明天开始 会从昨天开始 就会跟他们密切的继续保持联络 更多的资源 引进更多的资源来发展基隆 市长谢国良强调 市府预计成立府籍都更专案办公室 也启动改革经济措施 期盼透过工部门与业界务实的探讨 为基隆的都更引进更多资源 带动居住与商业环境发展 创造在地的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